哈囉 大家好 我是古路迅路的張小仁 張小仁就是我 剛好有路友問我到底要怎麼包鹿角椎 要怎麼寄出去 那我傳照片給他看到他也跟我說 我還是不換 好不好 那就再來一次影片教學吧 那首先你要選擇一個箱子要非常非常非常牢靠的箱子 你不要選那個軟趴趴的箱子 東西還沒寄的鹿角椎固定也固定不起來 那記得先放到箱子的背面 那箱子背面要幹嘛呢 就是把它的背面加固做好 請先用膠帶 用膠帶把它加固更緊 更牢固 這個動作很重要 為什麼 因為你路小仁等一下重心在下面 你這裡不加固牢固的話 那天還沒寄到那裡 可能寄到中途就啪就掉下來了 所以寧願多用一點膠帶把它黏好 也不要去省這個錢 有時候你會因小之大就是因為你省錢 黏好以後壓 把膠帶壓緊 不要黏好以後就沒事就好了 請將膠帶壓緊貼在上面 然後看你的板材大小 比如說我拿這個小的 那我們就把它放在底層這裡 你選一個重心點 看你要放橫的啊放直的 可能選一個靠箱子的這一邊 這樣子你在拉線比較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是在箱子周圍打洞 也是一樣斜角度打洞不要直的 我們放 我們一直剪刀然後 與紙箱乘45度 乘一個斜角這樣打洞下去 這樣等一下拉線才會緊 我們看一下打洞的位置 有沒有看到下面兩個洞 那這一側 這一個面這個面有兩個洞 這樣看應該就看到了吧 這邊有兩個洞 那我們剛剛繩子穿過去 你可以準備尼龍枕束帶 還是你要 你要鋁線也可以 只是你的成本會提高而已 那為什麼有很多人說 寄件會加錢 因為他的包材損耗都很貴 比如說有些人沒有箱子 他可能要去買箱子 那些都是錢 所以有時候人家說電到電60塊而已 有些人會說200塊 是因為他需要去購買 紙箱 他需要在裡面放田充物 那些都是要錢的 所以請不要責備那些賣家 說為什麼你的運費比較貴 那如果你收到陸小學已經打翻了 那你會開心嘛對不對 所以不要去責備人家說 為什麼人家包材比較貴 因為人家都要花錢去買這些材料來做 那接下來你就是把線綁好固定好 這樣子 那比較緊身比較鳥摸的人 會用比較多層點 他會用比較多的線 你啊綁緊那也是可以的 如果你很相信你自己的技術 你就是兩條線 啊不相信的話 你就多一點線去綁他 好這樣一來就綁好了 上下兩條固定就是綁好 那你外面這裡啊 記得 這些點 外面的這個點 你要固定好打死結 有沒有看到 打死結以後 最好的辦法 你再用膠帶把它黏起來 這樣黏起來 下面也黏起來 因為我沒有要記 所以我等一下打開我就不黏了 OK 那你黏好以後 再把多餘的線把它剪掉 還是說你要把線全部 兩個在打結固定好 這樣也是很好 這樣是最好 那接下來 記得一件事 你要記出去之前 因為植株悶在箱子裡面 會對植株造成傷害 因為它被悶住了 它沒辦法透氣 所以 請在箱子周圍附近 啊記得打洞不要戳到植株 挖一些透氣孔 打一些孔孔這樣子 打一些透氣孔 四周都要打 不要戳到植株 你不要植株用完以後才來戳孔 這是錯誤示範 戳孔是要在還沒 植株還沒放進去之前就戳 然後上面通常你會貼上 那張SEVEN的那個便便貼 便利貼 或者郵局的便利貼 那你全部包裝完以後 請對你自己的技術 充滿了信任 請大力的搖晃一下 看看植株 會不會在裡面搖晃 如果不會 沒有酷酷酷酷的聲音 那你綁的就是安全 那如果有酷酷酷酷的聲音 就代表你綁的錯誤了 請你趕快拆開重綁 不要等寄出去才後悔 不要去挑戰那個 那接下來就是有人說 裡面要放填充物的問題 你可以把 保利龍 保利龍乖乖 就是很像乖乖那種保利龍 塞滿裡面 但是收到的人可能會很想哭 因為 那些對他們來講 如果他沒有在二次回收利用就是垃圾 那礙於環保問題 通常我都包這樣子而已 我不會再去塞什麼填充物進去 除非他的葉子很長 你需要另外用報紙或袋子給他包好 那他的葉子 然後你再給他黏在四周圍 把他黏好這樣子 那就另當別論 如果沒有的話 基本上就是這樣包這樣寄出去 那你記得自己包完的時候測試一下 夠不夠穩定 植株會不會搖晃 如果會的話再多加幾條甚至綁緊 OK 那就是這樣子啦 教學完畢 拜拜